如果讓我重新選擇的話 我依然會選擇做教育 因為教育是一個非常有成功的行業 你是見證著很多不同的人 是越來越成功 以及可以將這種精神延續下去 我深信世上沒有教不好的學生 為什麼我會想做教育呢 因為我自小已經參加了很多的補習課程 而其中有一位老師 就啟發了我想成立補習社的一個很大的動力 因為我跟老師 她對我的管教方式比較嚴格 經過了十幾年之後 我們大家就變成了朋友 我就很喜歡這種亦師亦有的關係 連心教香港和其他補習社的不同地方 我們有三大優勝之處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是一個澳洲文化教背景 很少補習社會跟一些澳洲文化背景相關的公司合作 第二件事就是我們有一個優勢教育的方法 這個方法並不是一個很強制性的學習要素 我們用一種亦師亦有的關係 去跟學生相處 同時透過討論不同的話題 就可以訓練到她們的思考能力 判斷能力 同時也可以訓練她們的AQ IQ和EQ 就是那些師傅很友善 不會像傳統方式 五六個人這樣上課 是一對一上課的 然後如果新生的話 可以免費試課 我也試了免費試課 效果很好 所以我爸爸就決定要補這間補習社 而且小朋友的成長是需要人去陪伴的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成為了小朋友 心目中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並不是要取代父母 而是父母以外一個很重要的良師 因為我們每天都陪伴著她們成長 是見證著她們不同的學習變化 所以我希望將這種精神可以延續給下一代 就感染更多的小朋友 讓她們成長的過程中 都變得更多之多彩 其實我做了教育這麼久 其中有一個很大的經歷 是令我有點不開心的 就是在幾個月前 我就知道其中我一個學生的媽媽 就因爲心病過身 她的爸爸 因爲那時候已經是 有一段時間沒有聯絡 但她的爸爸就突然找回我 找回我 並不是跟我說她太太過身 而是小朋友需要一個老師去教她 因爲她工作很忙 後來是聊聊聊天 才知道她太太已經不在了 所以這個經歷 我就覺得我更加要作為一個老師的身份 去教好一個小朋友 令她們感受到愛之餘 和會知道老師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去啟發到她們成長 就不要因爲媽媽不在 就覺得很孤單 因爲其實我們公司 或者是我 都是她們心目中一個很重要的支柱 我們會見你會見 是小朋友 會見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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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見